台东市知名面包店希拉蕊三年多前发生害人听闻的货梯断头惨案 而当时呢店里的女员工搭乘没有经过检验的货梯上楼时 探头跟下方同事聊天 结果不慎被货梯铁炸跟这个天花板给夹断了头 现在这整起事件法院已经判决出炉 连线给记者林维坦 主播客观众 这起意外呢是发生在三年多以前了 那不知道呢您还记不记得在2010年的7月左右呢 在台东市的一家面包店有一名女员工呢 她搭乘店内的运送面粉的货梯 要从一楼到二楼那要煮东西给同事吃 但是没想到呢在货梯上升的时候 她的脚是踩在货梯内 但是呢她居然是把头给伸了出去 那跟下方的同事聊天 没想到她的头就突然呢被铁栅栏跟天花板给夹断 那她的头呢就这样掉到了一楼的地板 那当然是当场的死亡 那当时呢多名店员当然也都吓傻了 那这起害人听我的案件呢 女员工的家属当然是向面包店的老板来求偿 那因为呢这个货梯啊 她没有经过检验就拿来使用 那当然是不行啊 那不过呢这个货梯的外面 那有张贴禁止人员搭乘的公告 那这女员工还是搭了上去 而且呢还不顾安危的把头伸出去跟同事聊天 所以法官她现在呢判决双方需要各负一半的责任 那面包店的老板虽然有被控告业务过失致死 不过呢已经获判无罪定业 只是她还是需要赔偿家属一百一十五万元 那以上目前最新直播 好这是目前的判决结果出炉了 双方都得负责任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